现在大家之前去沽一些高估值 但是其实从昨天左右还是前日开始 其实如果我们看一些sector的指数 就是板块上面的估值 其实科技股就是说大型那些 其实那些科技股的估值 已经是去到刚才Irene有提到的 一些consumer 例如Target、Walmart那类型的板块 其实大家的估值已经差不多了 所以我都不觉得那些人说 买价值股便宜 其实没有了相对便宜的东西 但是其实如果你用自身去看 现在科技股就是便宜的 因为如果你对比以前过去几年 我不能这样开拳 但是我只是想说 如果你现在做淡 我们自己其实这段时间 好像昨晚那样 我们有加多一点对宗 都不是特别去加科技股 即是说做淡方面 是的 做淡或者做对冲 我们不是很加科技股那边的 因为自身科技股相对自己 其实开始便宜 但是如果你用它去对比隔离的话 你就会觉得 如果我选三条指数 你看当然你会觉得 道指跌得少一点 跌得3点多 不够纳指跌5个那么多 但是如果你计过直博率去沽 我觉得现在这段时间 因为市场是怕会不会出现resection 即会不会出现衰退 如果你是怕这些东西 你要做淡 但我宁愿去做这些比较实业一点的东西 跟经济面更加相关 而不是去沽一些 大家想着我波幅大 去沽那些 直博率我觉得低一点 是的 我希望这个角度 希望今早这样讲得够清晰 是的 只是补充多一点 其实这段时间 很多大型零售白货物是跌的 其实大家都是捉住一个位置 就是大家开始原本那个feel没有了 就是大家觉得 你现在通胀 我去选一些有实力 好像Walmart Costco那些 其实原本target 早一季都是 都符合就是说 大家要面对很多供应链问题 但是我解决到 而且大家有个想法 就是说 我可以将成本转价给客户 加价就可以了 原本这三间都是的 就是target上一季 就用Fansgiving开始 就自己开始跌下来 但是谁知道 今次Walmart都出了业绩 就让大家看到 不行了 今次真的没有了 Nabor Cost Supply Chain 还有这些东西 都是令到它们的毛利 是有很大的压力的target 所以昨天都追跌了Walmart的 那些跌幅 就是它是出份业绩 大家讲的字眼或者角度 都是很相似的 所以变成大家原本想着 买这些零售 或者叫做Consumer Stapes 的股份 就开始没有了 这个叫做成本转价 这个概念 好像失客了 所以就要小心 为什么会说这段时间 如果要做胆 我宁愿做胆 这些所谓的旧经济 或者大家之前想着 是more value stock 的板块 就是说做胆的策略 都还可以 只要去选择哪些板块 就现在未必好像之前 那样玩了 你的言下之意 但是如果你说 现在大家都说 如果有些 开始是不是有些便宜呢 但是罵是不是都不要动呢 其实坦白说的 我们现在是觉得 整体来说 科技股如果用自身计是便宜的 为什么我们这么长谓自身计 因为我们现在这一刻 我们的quantum model 没有真的明显出现一个大alert 令到好像我们要去年 年终发个call 我们要离开一些 当时离开一些中资增长股 那些东西的 没有的 但是我们会见到的一个位置 就是你的price action 现在是告诉大家 我正在炒衰退 那你要炒衰退 我只可以有时候陪你瘋一下 但是那个情景就是 究竟将来 会不会真的出现衰退 真的要那一刻才知道 因为其实我觉得 刚才不是说 你用两个因素去比较 就是第一个就是说 大家去计计一下 究竟宿表缩多少 加息加多少 这些计算到数 那这里 如果你说计那条数 其实我们不觉得衰退风险那么高 是的 因为大家看到究竟消发能力是多高 但是后者 你是很被动被动那样东西 去看究竟内地 现在整个那个经济体系 究竟工厂复工率 令到究竟整件事 可不可以顺利出来呢 那这个我觉得 是大家只能被动地看 是的 其实那个先是 不可以说完全没有数计 但是很被动 到你发现的时候 就其实已经是等于 原来会有事或者没有事的了 是的 那我就可以这样 用时间去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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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